兄弟姐妹间 遇到遗产的问题该怎么办 有读者来信问 姐姐失联多年生死未明 双亲虽健在 但就怕父亲过世后 遗产问题会变得棘手 有办法不让姐姐 跟他一起计算遗产吗 依照我们的土地登记规则 第120条的规定 您虽然没有办法找到您的姐姐 但是这位读者 您还是可以去申请 办理公投共同登记 日后要协议分割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所有权人的同意 但是你的姐姐事实上 又没有办法出来表达同意与否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向法院来诉请裁判分割 律师也提到 若姐姐持续失联 因我国法律有死亡宣告制度 只要失踪人失踪满七年 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 就可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 一旦法院宣告 那时候宣告人就会以判决内时间 推定读者姐姐死亡 读者就不用跟姐姐继承遗产 但若姐姐在宣告后突然出现 她就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宣告死亡判决 先前已变更或消灭了财产身份法律关系 就可能因此回复 这些都是读者该注意的地方 苹果的新闻不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只是他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